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国内相关的新闻 几乎没有什么太多新闻 真的没有太多新闻 在什么武汉或者大连老人出去抗议是因为利益的问题 那个东西就那么回事 说你别介意就那么回事 见多了 故事就那么回事 那个老人你也没看到警察去打他 那警察真下手的话 其实哈哈就没了 太小儿科了 也正是因为没有新闻 所以做一些自媒体的网上的人 那怎么也得捡点料 在我眼睛里那根本不是新闻 那只不过爆出来 因为没爆出来的东西更多 而习近平的动作呢是非常的隐晦 就是这么长时间非常隐晦 自过年之后 其实过年前开始就没有什么太多动作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习近平的动作是非常隐晦 现在其实很多人都认可这个说法 我们最早说的 然后我们注意到在2023年1月1号呢 他不再提到统一 没有用统一 他是说台湾跟中国大陆相向而行 他用的词是这个 去掉了统一 无论是和平统一 还是武力统一 他叫相向而行 相向而行什么意思 那是并行的两个政权 等同的两个政权 搞对象才叫相向而行 对不对 没有背着事的 背着事那离婚 所以这些我们都在节目中讲过了 习近平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所有骂他的人 都说他把这个国家毁了 中共国该不该被毁掉 中共国该不该被毁掉 他执政十年最伟大的功绩 全都是虎头蛇尾 全都是铺张完 然后毁掉 就是他上台之后 把江泽民 把胡锦涛的年代 江泽民垂帘听政的年代 积累下的钱 全给毁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在所有人骂他笨蛋的时候 他的笨蛋 是让他成为一个 让中共毁掉的好蛋 最精的精蛋子 对不对 最大的笨蛋 可是就是最精诧的 最令人感触的 其实他做了一个最大的笨蛋 他做了最大的笨蛋 去他的客观结果 超越了今天的 体制下的几乎地球上的 所有的精英 这是客观事实 他已经做完了 在几乎所有朋友 所有自媒体在骂他的时候 他在走向成功 毁掉中共国 毁掉中共国 他反腐的一切 他不杀人 他把钱都给毁了 他把权给 他把他们的权利给剥夺了 把钱给糟蹋了 权钱就不过如此吗 对不对 那瑟呢 他身边真的没女人 他这么玩 他身边没有女人 那胡锦涛没女人 实际上不敢 那江泽民是肆无忌惮 那他呢 你可以把他解释成怕 我跟大家解释 他怕女人 怕都是家里的女人 甭管是前原配 还是现在的老婆 他骂他的 其实他怕 就这么一个很有趣 很有趣的人 而他很秉承权力 所以这是他走 这是我们看到他走过的路 而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 无规无据 无规无据 他破掉了共产党所有规矩 达到他的目的 政治局常委 七上八下 在他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 我让你来就来 我让你走你就走 胡锦涛我给你第一个出去 江泽民会让你死了 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 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 对不对 那这个做法 人们呼吁他是独裁 但他在毁了共产党的规矩 他做什么独裁 他在毁了共产党规矩 他做什么独裁 有人说他不退休 他在他眼睛里没有退休和不退休 当他第三期连任的时候 他还没讲自己连任不是连任 反正我就是这个 so what 随便你们怎么说 我都不跟你讨论 我是否下台 我也不跟你讨论 我是否有接班人 我不跟你讨论 没有这个话题 很多自媒体还在这猜呢 谁是他接班 接你个大头鬼啊 他全给你毁了 接什么办呢 习近平有接班人 共产党就在延续 怎么搞不清楚呢 他在给共产党段子结孙吗 这故事 这搞不懂 所以他要建立 形式王朝 真正的看节点 你要看这个两会 那在 12月份的 在10月份的 二十大上 所有人都认为 会把他两个确立 放在党中央 党章里头 但他没用 两个维护是两个确立 然后现在说法 他要修改宪法 他要把他自己放在宪法里 他要把他自己放在宪法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是就改了 我没印象 没印象毛泽东 是不是把自己的名字 放在宪法里 他就是国家 国家就是他 那如果习近平 把自己的名字 放在宪法里 他就是国家 国家就是他 他超越了共产党 他颠覆了共产 中共政权 这个国家改姓了 不是中共 这个国家是姓习 共产党只不过是 他的核心力量 他统治的力量 他的纳粹支部 你看一下 你叫他什么名字都成 但共产党没有 绝顶的地位 因为他是顶 我原来说过 他把共产党装兜里 所以他利用了 中共的体制 谁反他 就是反共产党 你想把他干掉 你只能拆了 共产党台 可是中共的框架 今天共产党的 框架的一切 所有今天在国内 你甭管是读书的 上学的 吹牛皮的 吹叉的 啥的 你都算上 都是在共产党 体制内部出来 对不对 改革开放 都是共产党体制内部 所以这是他 这是今天走的这一步 我们讲今天走到这一步 那10号 今天是16号 10号人报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一万字 这个名字挺特别的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如果我没有查 如果你去查 你会发觉 在他很多 在他自过年之后的很多吹嘘之后 都是以国家的概念 跟民族的概念 共产党是做一个配 配角的 然后突出他自己 这条路要这么走 就对了 共产党是他的 是他的 是他的拼头 就是习近平要把共产党变成他的拼头 变成他的二奶 拼头二奶 他最大好处就是 拿来的时候 我享受 扔掉的时候 一点责任都不负 拿来的时候 我享受 扔掉的时候 一点责任都不负 而且还保持卫生 这个社会 把人都毁的 就是乱七八糟 保持个人卫生 那说共产党怎么叫保持 他可以用共产党名义 把任何想威胁他的人 给他干掉 而他又是一个极端的 极端极端的 立极主义者 那今天呢 安倍晋三的书出了 所以跟中国 我相信后面会有很多内容 安倍晋三如何看待习近平 但最早传出来就是说 他要出生在 习近平要出生在美国 他就绝不入 他不会加入共产党 其实这是一个伪话题 因为美国没有共产党 美国有 但他也不可能有 但是呢 他在外国领袖面前 直接讲着话 那是出卖党中央 对吧 那是出卖共产党 那是骂共产党狗屁都不是 他是被共产党把 如果准确说 他承认自己是被共产党绑架的 而不是他自愿 而他作为一个极端的立极主义者 和现实主义者 他 共产党威胁到他的时候 他一定抛弃 那现在的共产党 真正威胁到他的安危 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这篇文章一开头 写这么一段话 2021年7月1号 天安门广场 红旗飘飘 歌声 号角声 脚步声 回荡于长空 登上城楼 身后的珠红色的大门河楼 面前开启一段新的里程 他说这段话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大门关上了 意思过去的一切关掉了 未来的一切是未来的一切 他这篇文章用的是这个 百年红潮 7月1号那天 习近平上去 上楼了 百年红潮 他给关了 其实是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 共产党的一切结束 那这里面讲述 也是这个意思 完全是切割的 因为后面的里程 是全新的里程 不是百年共产党的里程 那因为他日子是在10月1号 他是10月1号共产党结束了 开启了我习近平的统治 是完全可以这么解释的 而他出现的时间 是在一个星期前 2月10号 他这个故事的百年里程的铺垫 是为新中国建立的 习是新中国将要建立成型了 所以这是我们 在他建立的过程中 会出大事情 这是我以为会出大事情 而作为陪衬的呢 你可以看到这些报道 上海广东港口 空的集装箱堆积入山 出口商与库物类 这是昨天的一个媒体 全球前三十大货柜港口 排名中国占了前十位 曾经 那现在都不灵了 这个拿拿 这个我觉得就OK了 我早跟大家解释 他的政策是毁了他 他习近平的所有政策 是毁了中共国 客观促成了 兑现了这一套 他是否主观的不知道 他是否主观的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他的客观结果是这个 今年的一号文件 姗姗来迟 事情不小 一号文件公布 强调确保全国粮食产量 在1.3万斤以上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的 反贫底线 就是再次进入贫穷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个东西呢 粮食不同于其他的 你吃完了他还得吃 对不对 货柜有房子盖完 都是多少年在那放 唯独粮食 在民生问题上 唯独粮食 没办法凑合 他得吃饭 所以当然是他的头等大事 那在随着时间的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东西 共同而来的话 货柜没了 那就没钱了 就是没有流动的 这样他会从 这是从11月份就没了 11月份进出口是很差的 10月份 11月份就没了 半年之后就是今年的春天 三四月份 对不对 他就会显现到 中国的各个环境 将近70%的GDP 都来自于金出口 里面这些细节 我们不管他们 转到哪儿去了 那这都是习近平 政策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跟大家 可能有朋友 不太愿意那个 这个凶响 点名中共国 这小男孩了 这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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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一段 他说了 主要是说了 中国 我们就想说了中国这段 他说 在心象中 中国目前的心象 跟当年发生 三大饥荒时期 是类似的 会有很多人死亡 区域是灾难性 灾难性的意思就是 只在中国发生 三大自然灾害 也是那个 那个时候发生的 发生的 是不是自然灾害 争论不一 对吧 有人说那是人祸 政治家说人祸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他的问题是 在那个天象之下 死人了 死了两千多万人 在那个天象之下 死人了 说不是自然灾害 是毛泽东害死的 OK 他把人害死了 OK 如果再发生的故事 说不是自然现象 是习近平害死的 那么就是因为习近平在 习近平做这些事情 所以中国人就死了 我说的是这意思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小男孩不灵了 他自己看不着了 他就看星星 那看星星呢 有时候就能蒙对了 有时候蒙不对 因为你要看东西的话 就是他天目如果看见的话 一看就看着了 你让他解释不清楚 他现在老解释 星星走在这儿了 星星走在那儿 星星走在那儿 这次他解释的是 金木水火土当中 只有金星没捣乱 其他四颗星都捣乱了 然后加上了一颗彗星 彗星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讲述的 五万年才来一回的彗星来了 都是这故事 五万年来一回彗星 我想都想不到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么遥远的彗星来到这儿了 遥远遥远的彗星 那就是出大事了 对吧 那能赶上一次 不就折腾一回吗 那么远 五万年才来一回打招办 哥们你还行啊 还行 吃了吗你 没有 刚从洗手间出来 那你这招呼打的 有点太过分了 所以他就按照书本上说 天象 针对中国的天象 是这个天象 那就是一个大变革的天象 而这个天象呢 彗星是好是不好 中国人说不好 所以他意思 无外乎 2023年 就我们可以看到的日子里面 会出大事 而这个大事呢 希望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好事 就共产党完了 那习近平把门关了 他自己说的 所以 跟大家解释过 共产党今天 共产党的存在 威胁到习近平的自身的安危 直接回 随时会要他的命 习近平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而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 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包括 他跟共产党背信弃义 终于带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